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人气小店 隐藏菜单系列 那么今天这家人气小店 隐藏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跟着小飞一起去看一看吧 走了 呛锅面应该是主打 你觉得隐藏的会不会烧鸡啊 那你紧去问问吧 进去问问 还做不成隐藏的量财 哪有的 都是这么吃的吗 想问问问你 人家门头不又是那个炝锅面吗 那里面他吃的油肉吗 油肉就是他吃的鹿肉了 你是觉得面太素了是吗 吃完哪里有肉啊 好吃肉啊 没肉不行 对对对 炒完肉再来一会儿抢锅面 对对对 仙气砖 对吧 最后再 塞下缝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吃着怎么样感觉 味道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对对对 悠悠的畅 吃着肥料不腻 嗯 我带你的根子 这里边都有啥呀这 打仗 猪丁 猪头肉 猪头肉 你最喜欢是哪一种 打仗跟那个猪丁 不是 它是卤肉 轮瓣吃吗 轮瓣吃 不是 其他地方好像都是 就这样的小盘子来的 嗯 这不是用瓣吃吗 吃得意吗 活硬吗 你们几个人 五个 五个人 两盆了 两盆够吗 吃完在什么位 哈哈哈哈 孩子也很喜欢吃 烧鸡啊 他多打呀 他 一岁八个月了 一岁八个月 你一岁八个月 这样吃的肉呢 我没见过肉 都 哈哈哈哈 都属于 闷口只管吃的那一种 你想联系了呀 哦 我还没看这有景头呢 哈哈哈哈 鸡子啊 猪蹄 鸡子猪蹄 卤肉 卤肉 嗯和猪头肉是吧 对对猪头肉 这个卤肉吃的不错 每次来都是低点的 低点的 肥而不腻 根本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对对 除非你吃饱了 嗯对 对吧 嗯 吃饱了 这还要再伸手干嘛呀 这是啊 哈哈哈哈 我在我在肉点 河南华我在肉点 就能处才一回来 就来到这个地儿吃 嗯 出差吃不上肉是吧 对 哈哈哈 对 香 香啊 吃也不腻 嗯 嗯 然后再配点洋葱 对 是吧 对 老三样 老三样 对啊 两个猪肚 嗯 这是 猪头肉 猪头肉 嗯 麻烦 猪肉确实可以 咸而不腻 难救啊 确实可以 嗯 哥这边是卖 原来是个面包啊 是吧 啊 是新加坡面 就是卖面的 它是鹿肉确实 就是一晚上吃了这这这这 鹿肉了以后 就是吃不好 一半都一样吃饱了 吃了可成了 嗯 能挪到天又没事 嗯 嗯 你看你拍牌 我不知道是谁 哈哈哈 他不让他 杀了你啊 哈哈哈 不知道是谁 又聊这么嗨 不知道 我我我我 我弄杀了你这是 啊 可以可以 全是可好吃 不是 我坐这三四个人过来 就没事 几个几个兄弟 坐在这里 捡一份 也不要啥菜 就要点猪蹄 煮脸 嗯 煮肠 嗯 然后再弄点萝卜丝 嗯 弄两个素菜 放在这里 嗯 少吃点少喝点 嗯 感觉可美 您好 下午一下 您就两个鸡爪呢吗 没有 要的面还没上呢 我们就是在这附近上班嘛 反正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 就没事的话 就过来要个鸡爪 要碗面 然后吃的挺好吃的 鸡爪咋样 鸡爪那都不用说了 这是我必点 必点呢 平常就是晚上要是下班了 没什么吃的 然后都过来再点几个 带回家 不辣不欢 他家鸡爪 我妈说的 我都成我了 每顿饭必吃的东西 他必须得救着他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哪怕没有别的东西 我只是啃鸡爪也行 那就行 那就行 那这鸡爪啃不好 啃不不好 你啥意思啊 这是为了好看 我再给他乘两 为了好看 这是送的吗 这是送的吗 看北哥的饮 送啊 我无所说 送啊 送 谢谢谢谢 是不是又可以过过瘾了 是 哇 他这种是不是属于那种 特别烂的那种 他这种鸡爪 就是不是像有些那鸡爪 就是吃到嘴里 然后不用嚼就酥了那种 这种是比较筋 比较有嚼头 美哥 鸡爪两万元一个 你用小北两 四万元用 三块 三块一个 三块一个 鸡爪三块 鸡爪三块 鸡爪三块啊 他点两个鸡爪 老板鸡爪 鸡爪 一家主打呛锅面的小店 但是卤肉却成为了这里的主角 点肉 吃肉 最后再来份呛锅面 似乎成为了在这里吃饭最固定的就餐方式 如果您爱吃肉 就来上一盆卤肉 据说这样吃很过瘾 喜欢脆嫩的口感 烧鸡也是不错的选择 也可以像这位一样 点上几个鸡爪 麻香的味道 自然是让人停不下嘴 感谢成德露露 对本来木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一个面馆里边的肉 大家伙都是会特别喜欢的 很肥的部分 你吃到嘴巴里面之后 你也不会觉得有那种很腻的感觉 这个应该就是它在卤的时候 油分都已经到了老汤里面去了 而且它有它秘质的料方在 然后会把腻的感觉 还有那种腥味都给压了下去 它这个烧鸡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鸡皮的部分 应该是味道最为浓烈的那个部分了 因为它好入味嘛 那它这个烧鸡你来吃的时候 刚开始你吃到嘴巴里面之后 你不会觉得它那个香味会很重 但是你稍微嚼一会之后 慢慢的那个香味就会散发出来了 满解肠满过瘾的 当然了还有刚才我吃过的这个鸡爪 最后再来上一碗它那个呛锅面 这样的话是这个店的一个正确打摘方式 当然了如果说您还知道 有哪些人气小店里边呢 有一些隐藏菜单的话呢 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 留言来告诉我们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对不对 如果真说得上那种正统那种很好的西餐厅的话 一般情况下装修啊或者是能够很华丽 喜欢用外文菜单 外文菜单呢有人喜欢用英文菜单 有人喜欢用法语菜单 基本上是看不懂的状态 消费会很高 就怎么点 那一顿饭也都一千多两千多块钱 普通的客人去了之后会觉得有压力 所以说我是想做一个好吃好玩舒服 每周雷打不动的工作日 算得上是上班族们最繁忙的时段了 门前车水马龙 路上人来人往 但你能想到就在这写字楼扎堆的金水路上 还藏着一家不大一样的西餐厅吗 其实更主要盘中这个地方 一个是上到这个平台花园之后的那个感觉 就是会比较安静 然后会比较舒服 就是没有外面那么超杂 在一个城市中算是室外特别的感觉吧 因为你从外面进来的时候 一看哇 写字楼 但是你进到这个里面之后 你再看其实跟写字楼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跟写字楼没什么关系的餐厅 已经是裴宾凯开的第二家店了 之前他还做过一年的工作室 龙虾一面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偶然吧 第一次做龙虾是有朋友想吃 我说那我给你做一个呗 那让他觉得很棒 然后他发了空虾 他朋友觉得很棒 他们来都想点龙虾 必须发不可收拾 或许单看外形 台宾凯的样貌会有些叛逆 有些另类 但一旦进到后厨 他做事的样子比谁都认真 之所以这么强调出身 是因为不同水域的龙虾 肉质 盐度都会有差别 因为你知道龙虾这个东西 它是有壳动物嘛 它要长大 它要把老的壳退掉 然后把新的壳长出来 但你刚退完壳的虾 还是这么多肉 而且它退壳会消耗到 它很大的那个能量 肉会稍微缩一点 然后里面水分就会变多 水分变多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虾会比较咸 在裴宾凯开看来 小小的差别都会影响 整道菜的呈现 或许是曾经留学的经历 他的性格中多多少少 都带有一些执着和独立 凡是他认定的事情 很少会放弃 设计的工作太过局限 不自由 又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吃 裴宾凯放弃了专工一年的设计 转学去了一家专业的厨师学校 从零开始 我做这行并不是因为我爱做 其实是因为我爱吃 毕竟在国外嘛 我既然出国了 我是不是要知道 西餐在国外到底是什么味道 因为我出国之前 就认为西餐就是好想来 但其实好想来 跟西餐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黑胡椒煎了一片肉 就是到国外了解了之后 其实西餐还是蛮多类的 它其实很多很多种菜 我既然出国了就尽量去都吃一吃 那我知道这个味道了之后 那我就回国做一间餐厅 然后因为家里面有长辈在做这个 然后他就跟我建议说 你要是不怕苦你自己学去吧 我问你学去吧 年轻嘛 就转校了转校了 但是我后来那个专业也还好 它叫Colin那种Art and Design 你翻译过来应该是厨师艺术与设计专业 四年的留学经历 让裴宾凯积累了不少关于西餐的专业知识 但对于他来说 这还不足以支撑他经营一家店面 当时考虑到因为不清楚大家 我们郑州人对西餐的口味上面的喜好 和大家的介绍程度 所以说想要做一间工作室 作为一个尝试吧 不同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 勇敢但过于鲁莽 外表叛逆的裴宾凯做起事情 却有自己的步调 他想通过小小的工作室 尽可能多地积累一些经验 像我听到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咱们郑州人喜欢吃有味的 那这句话是很广 什么叫有味的 你说酸甜口的 多较味道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 有味的东西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来实现它 方法虽然多 但在裴宾凯看来 最好的味道 一定是来自食材本身的香气 我之前的那个小工作室 从4月18号开的吧 到今年2月份 其实这阵子之间是没有丢开的 我基本上把所有我能在市场找到的国产的牛肉 用了一遍了都不能忘了 现在我店里所有的牛肉类产品全部都是精神的 对啊 他要看自己不对 对啊 我反正就很轻松 我基本上都每次过来有的货 我没有走退 对 我还也好 他非常走 做他的工程商其实特别新的 如果没达高的话 他一定不用 宁愿不用 我应该是卡了 比他购买的519箱还有一样 因为我们是 其实我们是整箱嘛 一大箱都是直接都人家拿走 他呢 一箱里面挑两箱 他就这样 虽然在朋友眼里 裴宾凯对于食材的执着 已经近乎整部的程度 但他心里知道 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 这盒柳都是好的味道 你看这个骨弄 你看这个什么 这块肉很顶级的肉 这油脂的分布特别 这是很有级别 感觉你看到好的食材 两眼后面 你就是上光 我从前觉得屁股后 要好的东西 拿到了好的食材 裴宾凯做起菜来 也更加得心应手 只在牛肉表面 撒上少许的盐 黑胡椒和橄榄油 煎出来的牛排味道 就足够惊艳 我这里希望客人静静地吃 然后慢慢地聊 如果说开在比较繁华的地段的话 我需要考虑更多的是 怎么样让客人更多 怎么样就迅速地翻台 因为你那个地方成本那么高 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 但这个店来说 我可能更多的就是说 还是在做事情 客人来我这里吃饭 怎样能吃得更舒服 虽然说可能不怎么挣钱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只有三张桌子的工作室 到拥有13张桌子的餐厅 面积大了 裴宾凯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可能之前更多的是清理清为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 我要教别人一些事情是怎么做 你毕竟对 但是摸索吧 今天我到桌子 我都给我拆个人 大胜记者奖 没放下来是不是 是啊 够博颤啊 那这桌子也来得切个客栈 那就是吧 就现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情 这间餐厅 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有激情的 我是有动力的 让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对我自己是一个挑战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把这间店 尽量先做好 一步一步地 慢慢向往向前走 把每一步 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到 我能做到的最好 第一 让它活下去吧 尽量活得更好一些 我希望你很近 看你眼睛 看你一起 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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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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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吧 看是吧 嗯 欢迎收看深夜版香香美食 现在我是在这个北下街这个位置 天上飘着小雨 今天我觉得是被导演骗了 你知道吗 他今天约我在北下街派出所去 我现在就在这派出所门口了 他说对面有个小活动 今天找的美食在那里面 他说今天要为大家找一个 藏在深像里面的美食 善大哥 他说是这个活动是吧 嗯 我现在这儿看着 还有点人气 这地方 我说这附近都是居民区 你知道吧 居民区 但是 我这条街里面 昏黄灯雾灯 有点黑灯瞎火的 他累了到底很不大 这是个院吧 他这个吃的不会是开到人家宿里面 看见了 我看见了 哎呀 导演 太不容易了 快快快 帮帮山大哥 自己又打灯又摄像呢 都是雪 不是 你给我约到这儿确定没错 没错没错 就从这个胡同走到头 就是好吃的 美食 我先说一样 刚我们在内心已经诅咒过你一百遍 你带 哪地方 你带这个地方 实在是太难找了 还有所队 马上就到 五米 这是三叉口 哪家店 不会是这家店吗 就是这家 你不是干嘛的 站门口等吗 排队 这会排队吗 今天下雨啊排队 哇 那吃饭在哪儿做 吃饭在这里面 这边做 对对对对 办公室 什么情况 我 少收点不敢说话 怎么办呢 小店不大里面真的做满满当当的 今天天不好啊 你好老板 你好 看到没 领导都是独个办公桌 这是你办公室 这是你办公室 你这是每桌点的菜是吧 对对对 黑乎乎的胡同窜过来 到了今天导演和大嘴约好的美食店 屋里没啥装修 但是已经做满 饭箱也飘满了整个店里 这是纯鸡腿吗 纯鸡腿 哇你们这个是豪华版的纯鸡腿 这个他家凹炒鸡有什么特色觉得 甜辣味多重一点 带点甜口的是吧 不是说特别辣的那种你受不了那种 带点甜味能中和一下吧 凹炒鸡是这家店的主打 并且这里是一家清真店 越往一走发现大家吃的越丰盛啊 人家四个人点了四个菜 你们四个人点了一桌 一大桌子 其实他这个口味说实话 比别的家要独特一点 甜辣 辣中带甜 甜中带香 这总结的很到位 你看真是经常来吃 这个味道比较独特一些是吧 对 那这个肉质 他家用着鸡肉的品质 你觉得怎么样 皮肉质质确实有嚼劲好吃 它的肉质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吃完这咋弄 这也是要往里下面吗 对对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会往里面下几杯面 配着酱汁吃的话 会不会更好更好吃 对 发现什么凹炒鸡啊 大盘鸡啊 反正吃到最后咱这碗吃法之后 永远都是下面 没土豆 没土豆是吧 大盘鸡有土豆 对对对是 你不说这我还没注意啊 它家是就没土豆还是也能夹 没有 没有 你要就夹也没有 没有 它就不配是吧 对对对 哦 那喝家这个东西给都挺简单的 就是我看这个葱段 麻椒串 没了哈 没别的东西吧 对对对 它那个口味是能选吗 还是固定口味 可以选可以选 你们今天要的是 超辣 超辣 超辣是不是 哇这桌都是重口味啊 但是看颜色都看不太出来啊 看颜色感觉就跟普通五香的 这个感觉一样 不是特别红的那个 对对对 每一份凹炒鸡都是单锅现做 按照客人点单要的辣味程度 从微辣到超辣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店 这个店就应了一句老话 就像不怕巷子神 这个我第一次也是听朋友来介绍 说这地方有一个不错的超级 然后起乖把乖了 我说才乖到这里才找到 一落到这里 每天到全是人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 中介它家这个超级的特点 就是色祥畏惧圈 它这个凹炒鸡啊 它这种做法啊 我不知道它这个口味上就是能让你吃出什么特别之处的 就刚刚说的那种甜味之外 它有别的什么 它一般的鸡子 它如果要是不腌制的话 它入味可能没那么深 但是它这个鸡肉又特别新鲜 入味又特别深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板的秘方还是啥 我告诉你 它这个鸡肉是那种生炒的是吧 对对对 生炒的不经过腌制的 对对对对 但是做的还很入味 对特别咸然后还入味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大特点 然后又辣又香 想知道怎么做的吗 我还是来这儿吃了 我不太会做饭 想知道怎么做 就关注我们节目 因为待会我一定要去后厨看一看 大家口中这么说 这么好吃的这个鸡肉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师傅那炒鸡就是你做的是吧 对对是 我就刚才后厨有一个目的 就打探一下 他们说你们俩炒鸡做法 比较有特色 再加上这个味道上 就是主要说这个颜色吧 颜色看着红红的 他们说都比较有食欲 这个红这个上色是怎么上的色 一般用糖色 用红曲米跟糖色搭配的 这个比例是我们内部的 这个不能说 商业鸡米 原来凹炒鸡色泽红的秘密是来自红曲米和冰糖 张师傅说 红曲米是不能直接放在炒鸡中炒制的 要先备干 然后搭配大料冰糖水一起熬制成酱料汁 再放入炒鸡中 一般料汁是要提前熬制的 加好这个东西以后最少 一份再加刺的话 一份整齐的话需要一瓶啤酒 这个味道更脆一点 还加啤酒呢 加啤酒是提鲜吗 提鲜 味道更脆的 回口比较缠一点 除了炒料 蜜制的酱料汁 鸡肉大火翻炒后加入一瓶啤酒 小火炖四十分钟左右 充足的时间和蜜制的料汁 是鸡肉入味和上色的关键 所以想吃一份炒鸡 再等四十分钟 这个还在提前早点 一般都预约 预约打电话预订的 还在预订 那像我这第一次还吃的人 你推荐我吃全鸡 还是吃这个纯鸡骨 一般怎么说呢 喜欢吃快一点的 那就鸡腿 喜欢回味的那种 吸着慢咽的 享受那种味道的 那就全鸡 这个事儿我得跟我们的小伙伴们商量一下 山海哥咱吃鸡腿是 鸡腿 鸡腿吧 我们都爱吃肉 简单点 简单粗暴就是鸡腿 好不好 请 各位做份鸡腿 肉食爱好者 选纯鸡腿的凹炒鸡 是再合适不过了 别看这是一家生象中的小店 这里的菜品还不少呢 这家其他炒菜我觉得挺有特色啊 我猜这是什么羊肉吗 这是自然羊肉 自然羊肉 哦自然羊肉 那个炸的那是什么 脆炸 回名脆炸 脆炸 看到皮炸 炸是炸子的炸啊 生煎皮炸 哦 这也是算是 回名的这个特色小吃吗 算是啊 这算是 这算小吃算菜啊 算一个 算一道菜也算一个 小吃 本家和牛肉肠搭配的 哦 这个吃还 还有蘸蒜汁吗 对这个蘸蒜汁就是为了去的 它那个油味 就是说油炸味比较重嘛 哦 比如说就是说让它配合这个 蒜汁吃的话 会更好吃一点 如果不带蒜汁吃的话 其实本身这个味道也是可以的 非常好 非常好 这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 土方法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做的那种方法 土方法是吧 一般用生的那个 生的那个粉条 生的粉条 加淀粉 加鸡蛋 加这个牛肉肠 哇 还有鸡蛋呢 虾皮 然后把它摊一个大饼 从锅里面小火 慢慢地把它煎熟 煎熟 煎熟 煎熟完之后给它切块 就是人家常说的那种土话就是 焖子 就是油煎焖子 油煎焖子 就油打焖子的那种做法 对对对 就那种 除了啄啄必点的凹炒鸡 和具有回名特色的皮渣 这道锅贴豆腐也受到了不少吃货的喜爱 哦 这也是他们家的特色吗 对 特色菜 这里面什么 有馅 对 有馅带馅的 牛肉馅的 哇 里面真的 哦 牛肉馅 就是两片豆腐中间加个牛肉是吧 对对对 牛肉块非常多 哇 看这个红红的颜色 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酸甜的吧 嗯 酸甜的 糖醋 这就焦的那个番茄汁吧 这个颜色 嗯 锅贴豆腐是用老豆腐制作的 中间夹着卤制的牛肉和牛里脊 味道和糖醋里脊的味道一样 酸甜口 爱吃甜食的吃货们也可以试一试 啊 这家店主打的其实是这个 我面前这个凹炒鸡 哎 分这个全鸡 还有鸡腿 纯鸡腿 今天要的这个纯鸡腿 第一次来吃啊 老板说想吃肉吃过瘾 一定要点这个 当然他家戳这个凹炒鸡之外啊 还有几样比较有特色的啊 包括这个锅贴豆腐里面加牛肉 因为是在管城区嘛 这边有牛羊肉比较多一些 还有就是这个 哎呀 灰民的这个算是小吃也好菜也好 反正有特色啊 这叫做啊 皮渣 哎 皮渣 吃过朋友不要笑话 这全是没吃过 哎 我说这些边尝面跟大家介绍吧 皮渣 能够明显看到这个粉条 包括用这个牛肉做这个 肠啊 牛肉肠 里面都有 单吃上一口酥到掉渣你知道吗 很香 油香油香的 虽然过油炸的单一了都不腻啊 来点蒜汁 加个香油的蒜汁 一下子就香味就更酥了 嗯 用了三方鸡的鸡腿 鸡肉非常嫩 但还不失嚼劲 仔细品一品 后味是带点那个甜味的 还是那句话 但凡带点甜味的 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吃 整体的味道属于是 偏家常一些 这个味道 真的我觉得还是 适合咱们郑州人的这个口味 嗯 吃完 相信用这个汤汁再来点面的话 这味道就更好 配下面 那咱赶快吃吧 吃完下点面 想尝尝这里的凹炒鸡或者生煎皮渣的朋友 地址您可要记好了 就在二七广场西大街与盐林街交叉口向北200米路东 强载凹炒鸡 如果您对二七广场附近的路不太熟悉 可以在地图上导航搜索店名就可以找到了 早上七点半 周福生的烧饼小店开始逐渐忙碌了起来 他制作的是信阳商城县的一种传统美食 起酥肉烧饼 周福生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跟父亲学习制作烧饼 如今已经做了三十多个年头 和其他地方的烧饼相比 商城县的这种烧饼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酥脆 不过想要让烧饼酥脆 在制作上就要下足功夫 和面是制作烧饼的第一步 周家的烧饼一直都沿用的是传统的老工艺 用老教头发面 这个老教头发面或是老味道 它是响 像这个酵蒙画面 它这个棉花 它没有我们这个有劲点 加上温度 再一个温度 在这个天气里 这个保持到四十五十度 要是在普天之内 那就是用凉水的 不带水的 不带温度 周福生说 和面的水温水量都有讲究 特别是水温 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而这靠的也是多年的经验 不过和面不光是个技术活 同时也是个体力活 周福生已经年过六十 如今和面等很多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工作 都交给了儿子周玉峰来做 不过对于做烧饼 之前周玉峰的心理 还是有些抵触的 就是年轻人不想看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 做烧饼就是老头子干的 年轻人不想出去闯一闯 她是19岁 她是在外大工大有89年 最后我没回来长年纪大了 所以我想这个手艺一定要传下去 把手艺门都这样 这就回来 父亲年龄也大了 然后他们做的也挺累的 做了几十年了 你跟外面打工也不是事 是吧 又不能打一辈子工 还不如回来做烧饼 就这样在外面打了几年工之后 周玉峰回到家中 跟随父亲学习烧饼的制作 虽然从小就接触这样的手艺 但学起来还是相当吃力 感觉特别难 通通学 学到一年多才学会 因为里面恐惧太多了 而且特别复杂 因为叫起酥肉烧饼 为了让烧饼更加酥脆 饧好的面中还要加入油酥 加了油酥的面 经过卷制被均匀的下成剂子 再包入腌制过的五花肉和葱花 按压成饼坯之后 还要在四周均匀的刻上 花纹 划这个刀 成一个 一个 几十 还是 花苔口令里面有整齐 可以往这个气 手里放出来 这个花纹却好看 一个烧饼要切上几十刀 每个刀口都要深度一致 间隔均匀 打了花刀的烧饼还要抹上糖稀水 撒上芝麻才能入炉烤制 不同于一般的烧饼烤制的方法 烤制起酥肉烧饼用的是钢炉 烧饼要贴在炉壁上 通过炉内的炭火慢慢烤熟 而这也是整个制作中最难掌握的 这个真的温度 我们不能小才到 小才烫了 鲎 bacter 你摘不住,摘上,摘上以后它就往下掉,它也不能太熟悉,你看那里,你摘上了以后,你起不掉了。 烘海市的话,那个稳住,一看到那个火啊,都感觉到手都触不进去了,摘上去都会掉下来, 然后,你要是不想让烧饼掉下来,你手就给它烫一下,烫个好老吃,有的时候,你把手触进去之后,就会烫个泡起来,反正那个扁,烧饼都一点是不能碰,一碰就会起泡,很烫的。 作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如今起酥肉烧饼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 我们这个社区,到过年份,外地,除外工作的,都回来了,到外上所有的所有人,不放假也回来了,所以每家居家里,到年跟人家,每家都经历特别多。 以前小的时候吧,你像十来年之前,好多人吃,吃了都喜欢它这个味道,然后到外面去以后,找不到这样的了, 然后回来,他说回来老家嘛,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然后到这来订做吧,大概一做,做有几十个,然后就带着。 多多年了,也算是生日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味道。 冲圈都得吃,和小孩在外面也爱吃,他们就带着,老婆到北京去找个店里,店里带着,带着北京的小孩吃,好吃的。 虽然爱吃的人多,不过做烧饼是个辛苦活,每天围着火炉,一天下来,除去吃饭,最多要站上十几个小时。 所以,如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是越来越少。 因为做烧饼比较辛苦,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行。 周福生兄弟三个中也只剩下自己还在层事这个行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饮食也越来越多样化。 如何传承、坚守和创新是越来越多传统美食制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几年已经六十了,这时候大概六十五、六十。 孩子大了,有生命转化成,转什么化业力。 这个人是我们的产品,就不合适。 不过以后的希望的是,它是帮我们这个传统家人传统的条件继续做下去。 就是我爷爷那边,穿了我爸这边,我爸这边又穿我这边是吧。 我肯定想把这个人穿下去了,毕竟这是我们少先的一个老手艺人,死穿得太可惜了。 现在不是好多电视上面,不是放那个,什么致敬,什么景点嘛,是吧。 我们这也是景点啊,是吧。 让我们再来,我们再来,想说一下。 为什么要说一下,是有N年梅还要疯狼? 我这天往这一站。 就是,灯火辉煌啊,这条街啊,现在基本上是餐饮一条街了。 可以说是三五米就是一家饭店啊,没想到现在这,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多谢导演 今天带我来这 这是要吃好吃的节奏啊 这么多饭店 任选是吧 你也带你吃一个 解低气 解低气啊 哎呀 你说我这么一个高大上 这么不解低气的人 你带我吃个解低气 我想吐 吐一个我看看 吐一个 先想吐 但是说正经了 到底是啥 先带你吃一个 砂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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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也行啊 他们吃砂锅 不是 有肉 有肉没 哦 当然有肉 哎呀 有肉 没肉我也不来 有肉就行 其实我这人很好打发 说 但凡有口肉吃啥都行 什么阶级 今天要探寻的砂锅 就在位于风乐路上的 这家闷羊肉串店里面 看看这几位 没法弄 你们好 踩得实了 好好吃 给签子吃啊 对 那签子好嚼不好嚼 签子有点硬 有点水啊 不过还挺香啊 一看这桌也是刚上的啊 哎呦 那周围也是附近住的 没有没有 康埃鹿 南边跑过来的 对对 今天专程在这吃吗 要是不过去 对 转转过来 咋吃到这小店 也只是朋友在这边住了 来吃过一次 咱们也不错 羊肉串喝这个啥锅都不错 他家羊肉串 觉得有什么特色 特别的 特别的 现在因为整周高这个 换毛比较厉害 现在很多用电烤了 原来那种味道也都吃不住了 但他这个也比较特别 还有这个羊肉奔神的味道 烤得比较不错 肉质也非常好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肥一点 我觉得又有点吃出强 那你口味够重啊 重头味 你也是吃肉不长肉的那位是吧 经常锻炼吧 那说说啥锅 他家啥锅你叫做 啥锅 媳妇比较爱吃 我不经常吃 媳妇 对 大不然就康班这位 站着这个这位是吧 我往那儿站 人家直接站起来 不好意思 不不 只要你慌忙 太照眼了 来来来来 这就是你最好看 对对 提升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颜值吧 说说吧 他说你 你是特别喜欢吃别家砂锅 对 你觉得好在哪 我觉得味道好 味道 对 其实这个什么块啊 砂锅 在这个正宗肉 我觉得是遍地都是啊 最普通的东西啊 我跟你觉得好 它是比别家是强在哪啊 具体说说 我觉得应该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吧 你的口味 对 你是属于哪种口味 重口味吗 重口味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这个爱吃油大的 这个爱吃重口味 都是重口味 那你这个 特加这个 你意思是 他加这个汤这个味道是比较重一些的 也不是我觉得 比较鲜吧 比较鲜一些 对 对比较鲜 有的砂锅就是上面飘一层大油 然后那个菜的味道可能在那儿泡的时间太长 然后就觉得不新鲜 我觉得人家菜比较新鲜 喝到油了 他家这个汤喝水里不会油 对 不会 不会油 对 这啥意思 我觉得 就是为啥要烤呢 这不感觉 这不感觉 事件感觉被口口出卖了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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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附近呢 家附近呢 对面是 是我侄子 侄子是吗 对侄子 带着侄子出海吃饭 哎呀 那他们家应该是不止一次来的 经常来 经常来 经常来是吗 对 他们家这个砂锅你就是觉得好在哪儿 这个汤也好 吃这个是酥肉的也不错 肉 肉不是说炸可口面 是纯肉的 纯肉的 对对对 说这个酥肉是瘦肉多些还是肥肉多些 瘦肉 瘦肉对 瘦肉多一些 对 那还好 太胖不能吃肥肉 你应该说太胖就不该吃肉 是 肥肉 瘦肉还吃肉 是 你说汤好 我看上面这个挺油的 它这个汤是 这是我去的第二锅汤了 第一锅汤我们喝完了 这个晚上重新又蓄了一锅汤 他家砂锅还能蓄汤 对对对 免费的 免费免费 绝对免费 我这个砂锅能蓄汤的店 要说在郑州市不怎么多见 吃完还能蓄 烧烤好吃 烤在哪儿 嫩 肉非常嫩 然后吃着软软的 肉好像是腌过的 腌过的肉 腌过的肉 那应该味道应该肉的比较足了 是 那郑州现在做烧烤这么多 烤鸭肉比较鸭肉有什么不一样吗 烤了现在不是不太卫生吗 然后吃闷羊羊块不是好多吗 再加上闷出来了 对对对 咱坐 咱坐 别站着 别站着 咱坐这 哦 理解理解 坐坐坐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意思啊 站起来比个个头肉给你借我 哈哈 没有 我们今天穿了高丁鞋 内增高是吧 啊 外增高 外增高 对 来说说吧 你们之前吃过没有吃的家 呃 小十年了 小十年了 对 你是这附近住的吗 对对对 有 那你也算是看着这个小店成长起来 对对对 十年了 这家这个味道上有多变化吗 一如既往的好吃吗 还是那个味 对 啊 一般来这怎么点 都哪些是必吃的介绍去 基本上你像按照我这个块 啊 也算是壮壮的 这个 你这都叫壮了 啊 那主要不能脱衣服 哈哈哈 坚持坚持健身 但是 肉藏的好是吧 穿衣 穿衣现瘦 脱衣 脱衣 对 你像我这个食量的话 一般就是五串肉 五串肉 基本上就饱了 然后再吃点砂锅 它这里边 你看莲菜 面积 生菜青菜 各种 鲜 特别鲜 特别鲜 对 就是 咋说呢 是高汤吗 我味觉不是特别好 我就觉得好喝 对 是不是你也从来没有蓄过网 这刚蓄的 看来这是真热 常客会吃的人 知道这能蓄的啊 这又蓄了一锅汤 对啊 刷脸 刷脸 浪漫只要看长得帅的 都免费给蓄了 啥意思啊 那长得丑了 那还收费啊他 长得丑的多蓄点嘛 照顾照顾 让你心里面得到抚慰嘛 你太会吃了 时刻们都说 这家的砂锅首先汤好 食材也新鲜 经过打探 店里的砂锅有十几个品种 而用来做砂锅的汤 是提前熬制好的羊骨汤 当天现炸的酥肉 丸子 鸡块 莲菜等 搭配上海带 豆腐丝和青菜 再加入他们家老开封砂锅 密制料粉 在炉火上微制几分钟 就可以上桌品尝了 他们除了砂锅 主打的焖羊肉串 也是开封特有的 炸好的羊肉 用十几种大料配置的 腌料腌制之后 挂在特制的焖炉中 经过高温快速锁住 羊肉本身的水分 保留了羊肉的鲜味和汁水 口感也和烤出来的羊肉串 有所不同 感谢什么当工部 对我们观众奖品的 大力支持 早餐好营养 就喝热露 今天啊 真的是吃的超级低气 有没有 先说人家这个砂锅吧 我觉得砂锅是人家的大特色 来口汤 都说这个汤好 看到没有 他们家的汤啊 都是已经 我不知道 人家看到后厨里面 他们用的是羊汤啊 煮的这个羊汤 但是做成砂锅之后 加入各种各样的菜在里面 混过之后 这个汤现在已经变得是特别的浓稠 感觉还有点发黏的那种感觉 入口的时候就是那个羊肉 羊汤的味道就比较鲜的那个味道 比较明显 最重要是后味很好 有回味啊 这个味道啊 吃那种比较复合性的味道 总体来说他家这个口味是稍微偏重那么一点点 不属于那种特别清淡的口味啊 这就是老板说的 他们家就是自己家人研制的这个配方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刚刚说吃着过瘾 如果有个米啊或者烧饼之类的配着 比较下饭 刚尝口酥肉 那家酥肉品质也是不错的 瘦肉还是比较多的 我刚吃那块 配菜也是相当丰富啊 什么海带啊千枪丝啊 还有一些小青菜啊 包括这个 哇 豆腐 哎 这几样呢 基本上是荤素打底都是有的啊 你看我旁边这个 今天点到两个砂锅 这是素的 主要是你想做个对比看一下 说素的里面 也是豆腐之外什么东西都有 当然来着吃砂锅不行啊 这个焖羊串也是人家特色 一说到这个焖羊串 嘿嘿 爱吃肉串朋友们都知道 这也是开封那种特色 老板开封人 把这个焖羊串也是带到正中 人家这个羊串你看这个个头 整个包括肉串这个肉块的大小啊 就感觉就是挺实在的啊 这个价位呢是普通羊串的价位 但是个头确实比市面上 多数的羊串会越大一些 我感觉就重多 像大家说的 这也是焖羊串给大家特色 整个肉啊 是比较嫩的嘛 而且比较锁 这吃到里面是有支持的 因为提前腌过 我这个味道肉的比较足的 跟普通的这个烧烤最大区别 就是它没有特别明显的外焦给嫩的口感 而且它这个味道 吃里面这个味道是比较复杂的 它不像咱普通烧烤 就是那个自然味特别重 老老自然提香味的 它这个自然味不是特别重 而是腌制的这个味道 非常的明显 很香 应该加不少料在里面